问,说成佛很简单,比学技能、做事业简单 那么,为何不见有人成佛? 答,成佛之道,之所以说简单 在于成佛不是要增加什么 相反的是要减少些什么 如果我们要成为总统,成为首富 是不是很难,甚至是不可能 但是成佛不需要努力做这么难的事 而是放弃贪心,放弃执着,放弃怨恨,放弃妒忌 只要愿意就做得到 问,那为何没有满地成佛? 答,因为众生不愿意成佛 问,成佛那么好,众生怎会不愿意呢? 答,众生因为妄想执着 宁可成佛,宁可成为首富,成为总统 甚至退而求其次,成为帅哥,美女都好 而不想成佛 成佛的关键在于意愿 只要愿意都做得到 因为成佛不需要苦学技能 不需要学习专业知识 不需要放下贪嗔痴 放下妄想执着 放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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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不是学习 追求 努力 我们追求取得世间成就 就像要举起一百斤 一千斤的重量 因每个人的能力 福报不同 能追求取得的 有多少 高下的差别 而成佛刚好相反 只要你愿意放下 手中所执取得 一放下 即身成佛 没有差别 也没有能力 福报的差别 因为放下 不需要能力 只需要 意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订阅